多謝大家回到ASKenneth 我是運動員兼教練Kenneth 今天是12月21日 還有幾天是聖誕節 今天想分享上星期的訓練日期 大家也知道 如果有follow我的youtube 就知道我其實現在是 訓練program裡結合了 weightlifting 和bodybuilding的program weightlifting 很多人以為 weightlifting 就是weight training 或者living weight 其實不是 weightlifting就是 舉衝 就是olympic lifting 包括snatch 和kennedy jersey 這個sport是我非常之重要的 即是如果你叫我 每天都是做bodybuilding 我自己覺得 有點悶的 有點悶的 好像沒什麼成功感 如果叫我lift 一個比較重的重量 over my head 那我覺得成功感 很正 很high 因為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超級 喜歡 weightlifting 但是同時 我又想 建立我的 腹筋 所以我會 利用weightlifting 去訓練 我的腹筋 我不知道 其實 很多人 都不會這樣做 很多bodybuilders 都不會這樣做 我是其中一個 我希望可以 用weightlifting 去訓練我的 技巧 去參加 bodybuilding 2023年 即今年我沒有參加過 任何的bodybuilding 比賽 只是做weightlifting 2022年 我都參加了 兩個比賽 bodybuilding 比賽 WMBF 我就去到 World Pro Show 就是拿了第五 都ok的 但是 是不是最好 還未是最好 今年 即是明年 2024年 希望可以 再做得更加好 好了 一開始 就是十二月 十一日 星期一 今天那個snatch 即十一日的snatch 嗯 一般 你知不知道 我竟然 miss了一二三四五 miss了五次 miss了五次 225 ok 那我才可以 做到一下 漂亮的snatch 而 我真的好 其實有點失望 我有點失望 可能自己 warn up 得不太好 那我做了一二三四五 做了六個lift 之後 那我就 嗯 其實我那天 要做十個lift 那我做了六個lift 之後 覺得 慢慢地 都是不好了 那我就決定了 做snatch 和做overhead squat 去改善回我的 我的 技術 或者 receiving position 然後 再做多次 snatch 那我再做的時候 做了六下 二零五的 那變成了 整個volume 其實做了很多 很多 即是 包括snatch 二零五 然後再做snatch and overhead squat 然後 之後 再做snatch 做得更好 那其實就是運動權 就是這樣的 即你不是說 哎呀做完那個program 就算了 不是的 有時候要想一下 是不是 跟著那個program 去做就好呢 不是的 有時候 真的要 退回一步 走後一步 做好一些技術 感覺一下 那個position 在哪裡 因為weight lifting 它不是力 我知道不是力的問題 是個position的問題 如果不是力的時候 不是strength 不是power 只是說技術 只是說技術 我覺得我是可以 做得更加好的 我不是 那個 shoulder mobility 的問題 或者我的timing 問題 但是二零五呢 嘩做得很好很好 二零五 即是六下 沒有miss過 完全是 perfect 100% hit on target 我是幾滿意的 我是帶著一個好的感覺 去完成那天的訓練 我是這樣的 Jaco 就是我不希望完成那天的訓練 我是很失望 很沮喪 我無論如何都要做好的事情 拿著好的感覺 離開健身室 做完snatch之後 做完snatch之後 再做squat 那麼 top set 我做了六下315 即143kg 你看到我做squat的時候 是control essential 還有full range of motion 全部都是squat below parallel 這樣 這個是我的 一定要做到的 我不可以 即是 再翻片 如果回去看 replay我的squat 做得不好的話 我會 給自己再做一次 我一定要拍 拍出來 在video 我要覺得自己 收貨 即是像你拍戲一樣 即是個導演 其實自己就是導演 我覺得 這個鏡頭不好 再拍我 我自己會這樣的 我自己會好像個coaching 那樣 好像個coach那樣 可以再看一下翻片 嗯 一般地 再做過 腳真升起了 再做過 落得不夠深 再做過 tempo太快 再做過 那我自己就是這樣 去coach自己 基本上 因為沒有coach在旁邊 那就要自己coach自己 OK 來到12月12號 星期二 就這樣做clean job clean job OK 那我發覺 然後呢 頭那一兩set 那個lockout 都是一般的 尤其是右手 那第二第三set之後 那個lockout 就會好很多 那 那 現在在片段看 我只是 剪了 因為clean 其實大家都不用看 只是最緊要 focus 主菜 主菜就是 就是這樣 那 後面的腳跟 一定會升起 我有時候都 平了 沒有升起 其實是要升起的 那 怎樣呢 最好的clean job 那個position 就是 前腳 那個小腿 就是垂直的 後面呢 那隻腳 就是 無論是左腳 或者右腳 那我會就是 右腳前 左腳後 那我的左腳 就是後腳 腳跟就會升起的 OK 那一點微曲的 那就是最好的 OK 好了 那兩隻手lockout 那就行 那你說哪隻腳先 先先呢 要是呢 只有兩個方法 要是就一起分 要是呢 就是後腳先到前腳 如果前腳先到後腳 那這個是儘量都 避免的 儘量避免這樣去做 好吧 最緊要 頭呢 儘量早些 出來 千萬不要 手去一個頭前面 這樣就很容易 巴筆就好像掉了 所以最好呢 如果旁邊看的話 最好就是 背後耳仔 在耳仔後面的時候 就最好的 OK 行不行 這樣還未算Lockout 推進去 推進去 看見到我的肩膀 這樣就Lockout 這樣還未是Lockout 這樣就Lockout 這樣就Lockout 好了 做完 多少下 我做了2,4,6,12下 Clean and Jack 275 即125kg 12下之後 做什麼 Bench Pass 3,2,1 OK 就是Wave 3,2,1 那我第一個Wave 就是3下2,2,2,5 然後2下 2,5 1下2,7,5 然後第二個Wave 做2,3,5開始 2,7,5 最後一個 305 即138磅 即我做2kg 我就可以做到140kg 對 對 我第一下 失敗了 我第一下失敗了 然後呢 第二下才成功 OK 第二下才成功 OK 那 耶 那 很好運 我休息了4分鐘 然後 再來一次 最終給我搞定 最終給我搞定 好開心 因為很久沒試過做305了 很久沒試過 很久沒試過 OK 那 接著來到星期三 Snatch 這一天 都叫做好少少 好的星期一多些 同一個重量 好少少的 那我呢 在做完5下 225之後呢 就做235 OK 都是做了1,2,3,4,5 5下的 5個Single 2,3,5 雖然有miss的 但是不是很多 但是今天那個 成功呢 是幾好的 最重要 Full Extend 跟著Pulls bar夠高 跟著就Get under 快 都是這樣 我自己提自己 都是提這些東西 就是Explosion 我當呢 是 很多時候 為什麼我會miss呢 因為呢 我就還沒Pulls 其實我要想呢 我想什麼呢 在腦海裡邊 我想著 我正在做 Power Snatch OK Power Snatch Pulls bar夠高少少 但是Get under 要快 千萬不是真的做Pulls 當然不是實際去做Power Snatch 但我腦海裡邊 是做Power Snatch Pulls bar高少少少 然後Get under 快少少下去呢 那我希望呢 我Catch the position 或者Receive the position 不是At the lowest point 不是最低摺 高少少摺 然後摺了之後 摺了之後 摺下去 多少少的 那有少少空間 或者水位 去走窄 我覺得會好些 如果 因為我擔心在下面摺 大多數 摺下去 多數 會錯過的 所以 我要提醒自己 Pulls高一點 高少少摺了 給自己有少少水位 好像避震一樣 成功率 就會更加好 這是我自己 告人的經驗 好了 做完Snatch之後 當然 不少得 就是Fundsquad Fundsquad就是RP8-9 做了四下 四下 3-1-5 我到時 我會放些Chalk在那裡 放些Chalk在那裡 為什麼呢? 有什麼用呢? 不要讓它滑下來 手 Chalk 這裡放些Chalk 拿著巴 這樣就會好些 你看到我 Unwreck之後 兩步 最多兩步 然後 呼就是 一吹 就Blaze 一吹 然後 千萬不要 這樣不行 一定要 呼吸 呼吸 就會好很多 尤其是 其實Fundsquad跟Blaze 都是這樣 千萬不要 呼吸 一下去 你就暈了 我試過 尤其是Fundsquad 一下去 就即暈 即暈 好了 做完Fundsquad之後 我就會做RD-Up 還有Fundsquad 還有Fundsquad RD-Up 不是很重的 2-5 3-7-10下 這樣 你會看到的 RD-Up 重點是什麼 曲腳 曲很少 現在叫做Hip Hinged Movement 推個Hip 或者Shift 去後面 Slightly 用RD-Up Tip 踮至 踮至 腳 然後 上去 用Leg 去保持 Course to the legs OK 就是這樣 踮至腳上 踮至腳下 千萬別被 離開 你會用很多Leg 當你站直好的時候 記住 engage your legs 收緊你的 glute 這樣就去做吧 那Polgarian Squat 那我就因為做了太多squat 那我就沒有用weight 但是沒有用weight 都好感 沒有用weight 都好感 因為我做了很多snatch 再做分squat 最後做Polgarian Squat 不用weight 但是focus在slow tempo 和mind muscle connection 哇 腳做完之後 真的死了 哇 搞不定 好辛苦 好辛苦 我想Polgarian Squat 比做snatch 那不同辛苦 因為Polgarian Squat 是要去build up你的natic acid snatch 又沒有natic acid 只是做到一同的零 但是做Polgarian Squat 你是要accumulate你的natic acid 所以那個乳酸是 噢... OK 禮拜四 我沒有休息過 一連四天去做訓練 那... 那天就是會去做chess 做了lab pull down natic acid 最主要都是... 不是做了很多東西的 我想做了五六個exercise 都是pump muscle 尤其是我平時沒有做hypertrophy 希望可以補充body building 那方面的東西了 就是我不想全部都做完 那星期四 一定是沒有upper body 雖然 星期四一定是沒有lower body 一定是沒有腳的 全部都是upper body 那就讓腳休息一下 讓膝蓋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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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要的 那我就是... 全部都是做machine的 就沒有任何free rate 在星期四那裡 這樣啦 OK 我覺得非常之好 我做完之後很膨脹 chess, back, delt 膨脹了 這樣 那就非常之好 記住做hypertrophy 我會盡量慢 我會盡量慢 focus那個tempo focus那個mechanical tension 去... 令到那個muscle 是有feel of tension 因為你feel of maximum tension 那個muscle才會grow 那我就去看我自己的progress photo 我都幾滿意的 由自己的chess, delt, back 看下去都... 在這個進度裏面 所以我是幾滿意的 好啦 接著 來到星期五啦 15號 Killing Jack 又是這樣啦 做了5個275 5個285 喔...真是... 那這樣是幾好啊 有時候 星期四沒有休息 連續五天了 五天啊 OK 那個體力... 那個體能都OK的 沒有問題 因為我昨天的volume 其實都比較少的 不會影響第二天的training 所以都OK的 OK recover到的 recover到的 完全沒有問題 不會影響我cleaning的表現的 OK 那當然啦 你營養啊 睡覺啊 一定要recover得好 你先不會影響第二天的訓練啦 如果你的營養不好 recover不好的話 一定會影響第二天的訓練啦 那... 今天15號來講 都OK 你見我加了... 加到285磅來講 那個... 今天的表現其實... 不差的 不算差的 OK 那... Yeah 腳... 推... 那Lockout當然可以再做好些 但是... 對我來說算是這樣啦 之後再做... Deadlift四下 45... 206kg 哇... 嘩... 死了 基本上 做多一下都做不到 我會感覺到我右邊的Glute 開始 fatigue 那... 我感覺到一點點 fatigue 我就開始要stop了 如果再做的話 我一定會感覺到受傷 那...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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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啦 即是給一下一下 走盞 不要去到蹲 星期六 OK 那...我又去做gym 碰一下啦 那...我就... 做Test 做Test 那...我希望每個星期都做到... 嗯... 一個... Bench Press 3 Barbell的 一個就是Split Machine 然後再做Dumbbell Press 那...我今天星期六呢 我就選了Split Machine的Inkai Bench 那...你會看到啦 3秒落 1秒pause 然後推上來 那...我和兒子去做啦 那...我希望帶兒子一起去感受一下做gym的樂趣啊 怎樣為之訓練啊 即...educate一下他 究竟... 這個是Bench Press 應該是怎樣去做的呢 那...我都要教的 OK... 那... 最主要是一個... 教育的工作 跟著... 跟他一起做一些Apps 那...我做了四個Apps 第一個就是Lick Races Hanging Lick Races 應該說 那...直腳的 碰到... 或者叫做Tose to Bar 的Lick Races 很難的... 很難的... 跟著TRX的Lick Tuck 那... Yeah... Apps Burn 那...我做了二十下的 OK... 那...直手啦... Tuck in啦... 感覺到Apps 去做啦... 其實Apps一定要訓練的 For Body Building的話 Apps一定要訓練的 OK... 不可以不訓練的 你不訓練就沒有Apps Apps不漂亮啦 即...等於Apps其實就是Bicep 你會不會不訓練你的Bicep 會不會不訓練你的Bicep 不會的嘛 那...Apps都是一個Muscle之一 那...所以... Apps是...都很重要的 For Body Building 跟著... Line Down的Lick Races 你不要小看這個 這個動作... 嘩... 都好正 做完之後... 嘩... 就是Apps Burn了 那...我覺得都... Feel Good的 Feel Good的 是啊... 那...Burn... 甚麼是Feel Good呢 就是...嘩... 好好Feel... 那...你... 那...你... 如果... 做完之後沒有東西的 那...即...不行啦 最後就是... Russian Twist Russian Twist 那...就... 拿著...Caterbell OK... 或者... Wade Play 去做Twist 那...其中一個... 你要... 拿著...Apps 去做... 好像... 做...Holo Position 那樣... 去... Twist... 那... Apps 的... 最重要... 另一邊... Lift Up 那一下... Lift Up 那一下... 是最重要的... 另一邊...Lift 那一下... 是真的會練到你的... 我們叫甚麼... TVA也好... External... Orbit也好... Internal Orbit也好... 都是這樣去訓練的... 那...其實上星期... 我是沒有休息過的... 我星期日之後... 我都去了... Gym... 去做些... 我們叫做... Remedial Exercise 那我就做了... Dips OK... 不是很多的... 每樣有3套... Dips Cable... Reverse Fly Single Arm... Natal Racer External Rotation 這些... Rotation Calf 一定要做的... 然後還有... One Arm... Cable... Frontal Racer 跟著... Lap Pull Down OK... 接著... 直手的... Cable Press Down 最後就是... Single Arm... Dumbbell Squat 這樣就完了... 我上星期的訓練了... 其實上星期的訓練... 就是... 沒有休息過... 一天都沒有休息過... 基本上... 連續7天... 其實連續... 我不知道有沒有多過7天... 因為我之前... 星期一... 即是10日... 10日有沒有去健身呢... 10日有去健身的... 10日... 10日都有去健身... 是啊... 基本上... 我沒有休息過... 但是... 但是... 其實... 星期四... 其實很輕鬆的... 星期四... 那我那天都算休息... 就是要動一下啦... 拔痕痕啦... 那樣... 就是... 拍一下影片啦... 那樣... 我覺得都不算一個... 很激烈的活躍... 我當是... Active Recovery... 好啦... 如果大家對於訓練... 或者尿豬酸有任何問題... 在下面... OK... 留言給我... 希望可以有時間... 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那... 繼續支持我的... YouTube Channel... 記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OK... Peace...